鬼才给你买 这个我感觉也不错 可以啊 价格的问题 诶 这里怎么打了个血孔啊 这个以前是做过的 做过的产品 我说以前那个狂不好唱 以前做的是什么 以前做的是那个 悟道啊 悟道 最讨厌那些没头没脸的 这个也是产品切的 先卖了这一手就跟这个 不要买 那这个多少钱吗 这个早上给了两万三 早上给了两万三 然后不卖 你来我跟他收嘛 好 就两万三 跟比较熟的朋友 都是最简单最直接的 是啊 我给我拿一下 这是你们两夫妻自己的 好 好 装起来 要把钱还你吧 好的 好的 这边打算带几天啊 我不一定的 要不我请你吃饭 你们不要请我吃饭 我没时间 有时候我就怕你忙 不好意思呸苦 今天限额了 发不出去了 但是没有不着急 不要 你再给我也没钱 不欠钱 我们是有几块钱做几块钱生意 好 欠几个啊 老朋友一直关照我们 生意都是双赢的 我如果说我买东西给你买完之后 老是卖不出去 鬼才给你买 是是是 这个料子呢 这样看大家就看得清楚了 底妆确实是很漂亮 这里的棉在这里 瘦一点点 形状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还打歪了 你看孔是直的 这个孔是斜的 一边高一边低 要做个啥 做观音行不行 又或者不雕观音 这些水就不怎么管它了 然后这里雕个小小的粥 就是一只小船 到时候把两个方案设计出来 再来挑一个 一夜成佛 给那些观音 后来有个朋友说了 杭江故意 我感谢 诶 不错啊 下面颜色就基本上不动它 轻轻的压一点纹 然后就像水一样 你看看这样 还真的是有一种大侠的感觉 咋样 现在我们给出了方案 然后呢 我们很狡猾的 选择了第三个方案 哇 这个意境感真的是太足了 到时候这个人物 整个不抛光 因为它这个底太好了 你如果一抛光 它整个融入一底 到时候都看都看不到了 后面没有调水 什么都没有 唯一就是因为这个孔 被它打歪了 你看 它是直插下去 然后穿过来的 这个大空的师傅 不知道怎么收它了 然后呢 边面上呢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它做一条太长了 就把它切成两对 四个 到时候一抛光 大家就知道 行吧 期待效果 有没有你们想要的极简啊 极简啊 有没有看得出来那种意境 上面有没有一种 云雾辽沼的感觉 然后下面 绿水 微微的荡雅 然后这边呢 有几只 你们说是啥 燕子还是大燕 来吧来吧来吧 我不会拍了 霞氏 你好